来第四个理由 时间回到2009年 当时比特币是不是刚刚诞生 当时你了解区块链吗 当时如果有人告诉你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他是骗人的 但是当时你是不是应该买一点 当时你是不是应该有人骗你一下 你觉得是不是吗 如果回到2009年 当时你买了1000块的比特币 现在多少钱 现在38亿 从1000块变成38亿 如果当时有人骗了你1万块 去买比特币 今天多少钱 380亿 380亿 所以当时是不是没有人告诉你 也没有人去骗你 是不是很惨啊 是不是连被骗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是太惨了 做了这么的努力 每天工作的跟狗一样 结果连被骗的机会都没有 同不同意啊 时间现在来到了2020年 数字资产的时代已经来了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 跟你所有的朋友跟家人 来跟我讲一遍 我没有要你压全部的资产 讲一遍 我只是要你多少存一点 多少存一点 一点总比没有好 你说对吗 时间2009年 如果能回到2009年 你想不想多少买一点比特币 要不要多少一点嘛 是不是一点总比没有好 是不是有买总比没买好 同不同意啊 你是不是要多少存一点 来同意的来手举一下 来确认说 因为我又不是要你全部的资产 是不是啊